7月24日,胡锡进发布最新炒股心得,引发网友和股民广泛关注。 胡锡进说,今天加仓个股,设了开玩笑的低价,居然买上了。 全文如下,今天大牌又是绿的,我个人跟着绿,账面亏损296元,与户市0.11%的跌幅差不太多。 我今天上午又加仓,看到我之前买的一只股票上下震荡很厉害,我就设了一个自己觉得非常开玩笑的买入低价,心想肯定买不上,没想到收盘时发现居然买上了,并我很震动。 希望那只股票接下来别辜负老胡对他反弹的信任,别真让老胡成了众人笑话的初出茅庐,却胆大妄为的韭菜。 今天在一个炒股群里看到有人说,A股看的是货币政策,资金流大小,不看经济好坏,我立刻觉得,这话很老司机。 但是紧接着又看到另一位群友说,中国的M2,广义货币供应量,世界第一,股市不振本质上并非是货币问题,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,就不要幻想,这里是底,那里是底。 哇塞,此君更老司机,我的崇拜目标立刻转移。 接着又看到第三个人说,股市不是福利,也不是彩票,需要正儿八经研究个股,细化到具体的买入卖出时机,才能盈利。 这是超级司机啊,我觉得得当神劲了,但像我这样的小散们,该如何操作呢? 股市近来持续下跌,对我的唯一好处是,帮助我实现了继续加仓。 因为我是准备长期投资的,股市既然有过3400点,3600点,甚至4000点以上,那么我就等那一天好了,早晚会赚了吧。 我不知道那些美好的点位什么时候能够到来,相信大家跟我这同样的急。 我心里的期待是,目前围着3200点折腾,但接下来的下半年能有一个高点,然后围着3400点,再上下折腾一阵,摸更高的顶。 如果能是那样的话,我肯定就赚了,股市里赚钱的人也会增多,亏损的收窄损失。 会是那样吗?我认为,根本在于一点一点加股公众的信心。信心多一些,就会少一些股市刚一涨就卖了开溜的人,就会多一些股市刚一跌就趁机买入的人,就像老胡这样的人,真金白银啊,信心如果不是真的,谁会去装。 老胡有一个大判断跟大家分享,国家只要下决心推动的事情,比如现在下决心大力振兴民营经济,提振消费,以往的经验是都会有实际成果。 至于那些成果与股市之间能否横向多一些连通,我就不得而知了,但我希望是。